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谭 我们连续两集说了张宁甫整气四师的连水战役 老谭也把国共内战带到了江苏 特别是苏北 那最近十多集里面 国军的五大主力 我们已经亮相了三支部队 十大主力其实也出现了大概一半 可以想见中国之大 那时候国民政府把最近的部队 都投注到这边 接下来老谭要讲哪一段 我们这一节要说张宁甫的两怀战役 它是在1946年的7月 率领整气四师渡过了残江 才两个月到了9月 就很快的把苏北的怀英还有怀安 就全部拿下来 堪称是国军那个时候的闪电作战 那这场战役其实是非常的经典 我们前面的连水战役有提到说 整气四师跟贵军的第七军192里 他们进行了超越攻击 那他们在两怀战役其实就已经先善缘过一次 因为在宁甫他在苏北赢得太快了 对于共军而言等于是失败的太突然 所以陈毅他在怀安丢掉的第三天 也就是9月23日 他甚至于对共军的一些将领说 今天的两怀失守了 明天张家口也可能会丢 我们还要准备敌人在林乙 邯郸 海尔滨 甚至于是延安 华中野战军第九重队司令张正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 听到延安也可能会丢 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这段历史过了70多年 没想到张领甫的两怀战役 可以打到共军震撼如此 我想大家其实应该都迫不期待 想要知道这个过程是如何发展 根据史政局看乱战史他的记载 徐州衰竞公署主任薛越 那个时候是从7月开始 对华东的中共根据地开始掌揽进攻 国军是在1946年的8月下旬 夺下了衰年还有数千之后 陈毅那个时候为了要确保苏北的两怀 也就是怀银跟怀安 用了第九重队第三师 还有从中原突围跑过来的 这个毗定军的第十三旅 首付怀银的外围据点 另外还抽调了委国清的二重 王毕城的第八师等等的这些阻力 准备要南北并进过来支援 试图在这一带要跟国军进行决战 那至于薛越呢 他则是在9月初展开了第三期的作战 要实施挖心战术 执取中共的华东首府 也就是怀银跟怀安 这已经是第三期的作战计划了 那想必前面应该还有所谓的 第一期跟第二期 对 这很复杂 我们这讲的会差题 我们之后再说 总之薛越的挖心战术 主要的策略是贵系的第七军 在9月11日必须要从阳和镇 向数千东南方的四阳前进 同时也要掩护整齐事师 他们的侧后安全 那至于整齐事师呢 要在四阳这个地点 要超越第七军的正面 像怀银还有怀安进攻 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 国军都是摆出这个华丽的阵容 第七军是贵系的王牌军 在国军的排名 可以排到十大主力之一 那个时候的军长是中继 他后来有来台湾 因为那个时候贵系 已经烟消云上 致命度很不高 可是我们必须要承认 中继还有第七军 在这次的作战 是非常的勇猛 我们现在也蛮想知道 中继有这个比较少为人知的将军 他率这个第七军 是如何勇猛主动的投入战场 根据薛岳的计划 中继必须要在13日 之前要占领四阳 他为了要早一点拿下 所以他命令171旅的旅长 刘反在12日的扶晓 就展开了攻击 在作战里面 刘反他的水行参谋 还有传令兵都震亡 他自己本身也受到枪杀 可是没有什么大碍 不到一天就把四阳给拿下来 这位刘反 他后来也有来到台湾 并且是在金门中学教书 教国文 台湾竟然有一本书 叫做《蓝烟未尽》 这里面有一些 他在金门教书的故事 将领无兵可待 其实转换身份遇人子弟 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随后第七军171旅渡过运河北岸 同时172旅则是在旅长朱乃瑞的率领之下 9月13日在四阳营 掩护整七十四师的超越 整七十四师一超越了第七军的正面以后 一路向前很少 整七十四师在四阳实施超越攻击 这就像是突然拔出倚天剑一样 大剑一挥 所以这个时候陈毅他才明白说 淮英还有淮安危险了 他立刻调派了援军 并且立刻成立了 淮英前线临时指挥所 由谭正林来指挥 那战争作为参谋长 统一指挥九重 还有赶过来的这些援军 援军又出现了 这次是谁 包括我们在连水战役提过的 像老手昆他的六师第十八旅 还有毗定军的第十三旅等等 又是毗定军 我们之前说中共的中原突围 他突围之后 部队是驻扎在江苏的高游 后来陈毅发现战场实在太紧张了 抽掉了一批的卡车 载运毗定军的十三旅 赶到淮英 那个时候他们的部队 就在9月15日 跟整七十四师 在张福河这一带 进行了一场血仗 这条河流 它是淮河的一条支流 是淮英通往洪泽湖的唯一河道 虽然说才三十多公里 不是很长 可是是淮英能够成为 苏北水路要冲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 共军的装备比较缺乏 竟然可以用卡车来运兵 想见军情的紧急程度 所以毗定军那个时候 他在日记里面写说 他非常的高兴 这种写法其实真的蛮有 毗定军的风格 他到了其实就立刻加入反击了吗 他们一到了淮英以后 立刻急行军15公里 到了张福河这边去阻击 那死政局的抗安战史里面说 整七十四师在15日清晨 强度张福河 那他说抵抗转趋顽弯强 并且一再的仿扑 仿扑打6次之多 没有写说到底是谁在抵抗 事实上这个抵抗顽强 就是毗定军的部队 只有感受到战斗过程有些紧张 可是这些描述好像很轻描淡性 其实整个战斗过程是极为的精彩 因为那个时候 大运河还有张福河东岸 其实是由战政的 华中野战军的第九重队来反守 整七十四师是在15日上午 派出了十几艘的橡皮艇 试探性的渡河 结果被九重的反守部队 集中火力把他们给击退 那突然之间 整七十四师立刻选择 九重火力的比较薄弱之处 用轻重机枪集中扫射 然后再来出动 上百艘的橡皮艇进行强度 这可以堪称说是 引蛇出动的打法 老坛在连水战役 有特别提到橡皮艇 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没想到两怀之战都已经用上了 而且规模更大 苏中苏北其实都是水网 所以有这些装备 也是整七十四师 能够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 那总之呢 整七十四师他们的先头部队 抢渡之后 立刻遭遇到皮定军 他们部队的阻击 那皮定军的日记 9月15日讲 全理队突过运河东 按摊头之底 进行了仿佛冲杀 干了九次 有几次打得很英勇 他说干了九次 真的是霸气十足 没想到国共两边的记载 其实是蛮相似的 那到了十六日的凌晨 皮定军下令前线撤退 整七十四师的阻力 也在这个时候渡过了张福河 这个地方呢 就已经离淮英只有15公里 那陈毅调过来的是其他援军呢 有的被第七军给长驻了 例如整七十四师呢 强渡张福河的那一天 也就是9月15日 贵系的第七军171 在流反的带领下 本来就已经渡过了四阳 那现在呢 已经攻占了莱安镇 下个目标呢 就是鱼沟镇 等于也就是 可以随时见指淮英 那山东野战军 二重司令员的韦国卿 那个时候是奉命 南下征元淮英 那韦国卿 他的部队呢 进到了鱼沟镇 流反他那个时候 也到莱安镇 那双方呢在这边打了一天 第七军的军长中继呢 命令流反撤退 那陈毅呢 也命令韦国卿呢 抛掉所有的重武器 青砖前进 务必要立刻赶到怀音 老谭有请这个后志同学 做出了这个地图 原来是一个这种双保险的布局 用两钱夹几的方式 这样看起来呢 陈毅就有点左之右处 故此失彼 没有错 那薛悦的这个挖心战术 派出了整气四师 跟桂系的王牌 钢七军 联手出击 没想到影响如此之大 现在呢 这个整气四师 几乎已经濒临淮淮陈下了 第七军也靠近了淮陈 对 接下来呢 大家都会想知道 是怎么样去攻城 战宁府这次攻打淮陈呢 还包括了淮安 整体而言呢 有点像是 他之后二打连水 也是采用数战数决 我们前面有提到 整气四师呢 在9月15日 渡过了张福河 击退了疲雨 16日的清晨呢 整气四师 他们就逼近了淮安 那那个时候呢 战宁府他也把握了机会 转移他的阻力 投入了左翼 并且沿着运河南岸 向淮安 这个承熙 进行猛攻 同时呢 另外组织突击队 由正面 也就是高信桥 这个前渡赴城河 直接向南门途径 多路初击 听起来就非常的勇猛 对 共军呢 那个时候凭借着碉堡 那整气四师呢 逐步先出清 他周围的据点 那到了9月18日这一天呢 久仲司令 张政他讲 张林府亲自到第一线督战 七十四师的第二梯队呢 也加入了战斗 看起来两边都是要豁出去 在怀银呢 无比惊险的时候 18日的夜里 树域呢 也赶到了设在北门附近的指挥所 跟谭正林等人 开始讨论说 到底要怎么抵抗 那树域呢 除了命令 要加强正面的环域 同时呢 命令韦国清的二纵等部队 要转攻七十四师的侧后 这是树域他拿手的战术 不过呢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韦国清的二纵呢 在怀银的北方几公里之外呢 一个叫做宜沟的地方 被第七军给参住 树域他能够动用的部队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团 所以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我们从前面一路听下来的好朋友们 一定有发现 老谭刚刚有说到 山东野战军 韦国清的二纵 他已经是奉命不要再打了 要轻装赶快去怀银增援 对 怎么会没有到 这样子啊 使得这个被称为战神的 这个共军大将 树域无兵可用 韦国清呢 他的确是要离开 鱼沟这个地方 那第七军1710呢 那个时候也奉 军长的命令 中继撤出来 可是呢 19日的凌晨呢 刘反却突然来一记 回马枪 重新去打鱼沟 那因为这里呢 关系到共军能不能 再回山东的这个退路 那陈寅呢 只好命令 韦国清呢 掉头再去回宫 甚至于计划说 干脆先拿下鱼沟 我改打你的四羊 这样来断整齐施施的后路 那根据台湾近年 有一本书叫做 南烟未尽 那里面有一些描述 说这次呢 刘反他不但没有撤退 而且还修阻共事 摆出了就地决战的这种态势 并且呢 要大家到处悬挂标语 就是写说 七军干 七军硬 共军不敢碰一碰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激将法 就是故意要你山东野战军 留下来 陈一是这么容易被牵制住的吗 皮定军的日记 真的有提到这一点 他说山东野战军说好 今天晚上要抵达 一起配合打击 整七十四十 结果呢 到了五月十二点 却变动了 他说这种不协调的教训 我们要接受 那总之呢 由于第七军流反 他成功的牵制了 陈一他的山野 这个阻力 那再加上 树域的华中野战军呢 真正的阻力呢 也沿水救不了近火 所以怀银战役的结局 几乎就已经被注定了 如此一来 树域是不是就无计可施了 到了九月十九日 凌晨 詹丁府他派了一个加强营 利用九重跟其他协防部队 调整部署的时间 从接合部制里 混入了怀银的南门 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进入呢 根据实证局的说法是 整七十四师第五十四女 抓到了一个俘虏 他是一名军械员 审问之后呢 得到了口令还有暗号 所以詹丁府立刻下令 组成一个加强营 穿着共军的制服 然后由这一名共辅呢 来引导 进入了城内 埋伏在指挥所的附近 接着呢 整七十四师 从东西南三面开始攻击 同时里应外合 在中午的时候 契入了城内 所以第一次连水战役 有加强连 利用战场能见度低 用梯子爬入城内 看起来也是怀银之意的 这个复刻版 这次呢 其实率先进入了这个营呢 其实是穿着共军的这个服装 所以才混进了怀银的南门 那时间点呢 可能是清晨五点 因为平定军的日记 想说 清早五点 敌人进入城内 到了七点 他们才知道敌人已经进来了 权限都在混乱中 整七十四师 这场不仅打得凶猛 其实谋略也蛮灵活的 兵不厌仗 接下来呢 实政局的勘断战士呢 说这个在激烈的巷战之后 城内的第五重队 还有第九重队 没有战士的 都前后被俘虏 那只有少数在下午五点 从北门的方向撤走 这个时候呢 占丁府渡河北追 贵军的流反 1710 也夺取了鱼钩镇 这一段呢 在平定军的日记 有特别记载 他说在早晨7点之后 虽然说大家都像城内增援 可是看起来 能够再打赢的机会很小了 因为对方的士气很高 我们的士气在下降 又不是建制的部队 虽然说发动了反攻 可是经过了数分钟的战斗 就效果不大 只好停止攻击 他也接到了指示 就是放弃了华中的京都 不要在这边做消耗 平定军写到 只有经过数分钟的战斗 难怪老坛前一集会说 军史上我们常会提到 所谓的白刃战等等 打得很激烈 大部分其实都是要强调 战事激烈的一种形容词 我的意思其实是说 不是每一场 无时无刻都在搞这种 不能赢又搞玉碎 那就真的是输了 我们从地图上来看 相对的清楚 171旅在北朝东前进 整气四尸 从南部攻怀阴 东西南三面都有人 也就是说逃出来的共军 不是被整气四尸追击 也会遇到贵军 其实薛悦这个规划 其实算蛮犀利的 那接下来呢 整气四尸在9月19日攻下的淮英 20日的清晨 第七军1710 流反向共军也发动了总攻 那陈毅的三眼也大败 那第七军就全面占领了鱼沟 接着整气四尸稍微修整了一下 立刻在21日沿着大运河北岸 朝淮安前进 沿路虽然说有遇到的一些 些微的抵抗 可是并不强烈 到了傍晚6点 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 淮安的西部还有北部 这个晋级的速度实在是有够快 丹丁府稍微调整了以后 在午夜的时候 立刻从东北西三面进行突入 那共军来不及应战 22日的扶晓 整个局势几乎就底定了 勘乱战史说 城区到处都是尸体 只有少数逃出 薛岳采取这个挖心战术 动用贵系的王牌第七军 还有国军的五大主力之一的整气四尸 只取这个中共当时所谓的 华中首府怀英跟怀安 对 那接下来呢 丹丁府他的两怀战役 其实对共军的影响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但是也有一个正面的 就是让他做了很大的调整 因为那个时候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 把华中野战军 还有山东野战军 两个指挥部合而为一 那暂时称为 华东野战军指挥部 那有诚意来当失恋 可是呢 军事上的指挥呢 是由术毅来负责 战丁府的大胜 也等于开启了术毅的时代 讲到这边 觉得历史 其实有时候是挺无情的 张丁府的这场两怀战役 打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也把素玉推到了高点 才过了半年多 张丁府就被素玉围困在 这个孟良故 不过呢 我们这集既然要说到 他的两怀战役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 专注在这场战役上面 连水战役那集 我们有提到说 连水距离怀英跟怀安都很近 大概是三四十公里的距离 为什么两怀这么样的重要 而且还被共军称为 是华中的京都 华东的战局 其实是非常的复杂 至于两怀 其实我也觉得很复杂 过去也差点搞不清楚 对 那因为这里有时候会指说 地底上的怀北怀南 那有时候又是说 苏北的怀英跟怀安 那我们知道 这个1937年 上海这些沦落了之后 国民政府的江苏省政府 一度迁移到 苏北的水路交通枢纽 也就是怀英 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地方其实有它的重要性 那日军是在1938年 占领了怀英 所以把这边作为屯兵的要地 因为它的城墙 其实也蛮高的 有八米高 还设置了大量的公式 城的四周 还有城门 通通都有炮楼 那城外还有许多的卫星据点 后来新市军在华东这一带 发展起来 先后成立的苏北 苏中 淮南 淮北 四个根据地 可是怀安还有怀英 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城市 都还在日军 或者说是在 湾京卫南京政府的手中 所以中共的这些根据地 没有办法相连 原来如此 在1946年的9月 张宁府率整气四施 来攻打怀英跟怀安 代表了两怀 在抗战胜利之后 没有多久 就变成新市军的地盘了 对这段历史 史政局他的说法是 仰怀地区早在抗战期间 陈毅在这个地方 常年经营 所以这个地方 匪化也比其他地方还要深 陈毅常年经营 就有点像是 1944年日军的一号作战 那时候汤恩伯丢了河南 八路军 新市军就进去填补真空地带 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后 国共其实都知道 两边的对决要来了 毛泽东在8月24日 对中共华中局下达指示 尽速的占领运河沿线 还有串场河沿线的各城市 把苏中苏北 淮南淮北打成一片 这道指示 等于是中共要进一步 夯实这片区域 蒋介石怎么可能拱手相让 他要怎么办 国民政府那个时候 直接把一些实力派的卫军 就地赋予方号 负责重要地区的防务 可是中共这个时候 他也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他也透过一些其他管道 拉拢某些的卫军 导向自己 例如像洪学志 那个时候新市军 在打两槐的时候 曾经要一位南京警卫师 起义的被改编为 独立师的师长 要他来前线观摩 来看新市军 到底怎么样攻城作战 等于就是拉你到前线来 就是让你振折一下杀鸡儆猴 意思就是说你乖乖的 不要想跑了 其实我们很好奇 这位没有指名道姓 这位独立师的师长 到底是谁 洪学志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不过我猜 这位师长可能是钟建魂 他是防腐三起 南京警卫第三师的师长 是属于湾经卫的嫡系部队 精锐部队 1945年8月11日 在日本还没有投降之前 他就带了3000多人渡过残江 这听起来很复杂 南京国民政府警卫第三师 导歌到新市军这边 老谭也有说 那时候的国府 那时候一直要把 这个重要的这些卫军 掌握在手上 就地赋予番号 那是谁在守 这个苏北的首府怀音 原本属于湾经卫政府 第28师的师长 潘干成这个部队 他在看张末期 私下跟重庆政府 也联络上 就秘密取得了 苏北抗日挺进军 抗战胜利以后 立刻被改编为 第六军第28师 负责守怀音 那至于守怀安的 是另外一个规模 比较小的卫军 就是无数权的部队 被改编为 怀安独立旅 这听起来就像是 这种回到军阀割据 这种极其混乱的一个时代 中共那个时候 为了要拿下两怀 所以就动用新市军 第二师还有第三师 由洪学智来指挥 那他跟匹定军一样 都是安徽省 金载县人 也是属于洪市方面军 又是洪市方面军 常常出现在洪的频道里面 洪学智他是怎么打 洪学智讲 他们包围怀音之后 每天晚上进行袭扰 那守军以为说 新市军是要夜间来打 那这样子过了十多天 然后他们也准备好了 几百个梯子 然后事先偷偷的运送到城下 然后就要求守城的 潘干城投降 可以给他一个方号 可是被拒绝 洪学智 他们后来就把总工的时间 选在1945年9月6日下午2点 这个时间点有点出其不意 时间一到 假期的梯子 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 就暂停了怀音 事后就是统计了一下 将近一万人把守的怀音 总共俘虏了8325人 大小炮有将近70门 最重要的是有两门是加农炮 洪学智还说 躲到怀音的九个县长 也都被俘虏 才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就结束了 张立府那个时候 打下怀音 要拿怀音速度就快 对 那回到1945年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吗 5000人防守的怀音 其实也丢得很快 而且是更快 因为这里位于大运河的东边 它的西边还有西南 还有西北部都有水塘 所以新智军那个时候 他们在大运河的西侧的核体 在夜里面先用沙带 堆起一个比城墙还要高的火力点 先用重机枪扫射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点赶快再组起十几个火力点 同一个时间 还从沉的西南角挖的地道 运送了一枚B29投资下来的卫爆弹 然后把它运到了城下 9月22日早上8点 他们开始工程 炸弹引爆之后 把城墙给炸摊 然后这些火力点 这个也一起扫射 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这样听起来这次的工程 其实一反共军的常态 因为不是早上就是下午 而且还很快就结束战斗 看起来这些卫军改编的国军 似乎战斗力不是这么强 只是突然增加这些国共内战里面 国军被歼灭的数字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等到我们搞懂了以后再来聊 这些卫军 也就是被俘虏的卫军 他们有一部分后来变成了新市军 随着洪学志到了东北去 因为中共在1945年9月19日 发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指示 把山东的八路军调到了东北 也把长江流域的一带的新市军 逐步调到山东 所以洪学志比较特别 他是去到了东北 这也是为什么他攻下了两槐 可是战宁府来打两槐的时候 却看不到洪学志的身影 原来如此 不然他应该会出现在我们前两集 另外有一部分 在1945年9月被俘虏的卫军 可能留下来变成了 华中野战军什么的 因为他们被捕冲进去了 然后在1946年9月 战宁府在打两槐的时候 他们又被战宁府给俘虏 我们前一集有提到邓文宜说 他在淮英还有树前 看到葫芦的共军是数以万计 踢了老台连续两集的连水战役 加上这集的两槐战役 整齐四世的战斗力 真的是很与众不同 因为我们不禁让我想起来说 两槐战役才结束一周 马上就是山东鲁西南龙凤战役 刘伯承的禁忌鲁野战军 单挑邱金拳第五军 还有胡连的整石医师 前面有讲过 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们 其实真的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 台兵读武新闻历史汇流处 军事事故事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 可以给我们观看之外 欢迎大家在底下 跟我们留言交流 也可以用Podcast收听 欢迎大家到ApplePodcast上面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新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